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度是13到18度 午后大部分在上升1到4度 除了丹东营口盘景之外 其余11地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0度以上 朝阳依然是全省气温的领头阳可以达到36度 将会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今天升温离不开西南大风的助力 大部分城市的最大风力都有5到6级 高温大风今天的体感会很燥热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更加详细的天气资讯 关注7点钟过后气象主播的播报 我们来开启新闻早班车 有关教育的话题总会特别的引人关注 这两天在沈阳就有一个教育方面的热点 沈阳市教育局最近发起并成立了 沈阳市直属普通高中教育联盟 联盟的成员包括东北育才学校 沈阳二中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 和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这五所市直属普通高中 其实这五所学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在办学上各具特点 比如说在培养拔尖人才 外语特长 民族教育 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成立联盟之后 这些学校将通过校级间深度的合作和交流 形成市值普通高中教育优质协调发展的格局 我们再来关注菜篮子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 当前我国主要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充足 价格总体平稳 市场供需稳定 从生产情况看 蔬菜供应总量充足 当前蔬菜再田面积达到9877.2万亩 同比增加317.4万亩左右 5月上旬产量超过2200万吨 同比增加150.2万吨 随着主产区陆地蔬菜大面积定值 上市量将继续增加 肉淡奶供应量增加 生猪出篮继续增加 牛羊禽肉产量保持稳定 禽蛋和牛奶产量持续增长 水产品供应平稳 从价格情况看 5月以来 农业农村部监测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持续下降 本周为123.59 比上周降1.65个点 其中蔬菜价格连续7周下跌 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 平均批发价格7周累计下跌25.8% 牛羊肉鸡蛋水果价格正常波动 猪肉价格自3月以来起稳回升 粮食安全是国家之根本 在保证现有耕地的基础上 如何扩大种植面积成了我国农业工作者们的重心 昨天陕西 新疆 山东等多省区 陆续开启大规模海水稻插秧 耐岩碱水稻 俗称海水稻 自2012年至2022年10年间 海水稻已在全国得到规模化 产业化大面积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1年底 有8个耐岩碱水稻品种 已通过国家耐岩碱区域试验审定 推广种植面积达到60万亩 分布于黑龙江 辽宁 内蒙古 新疆 陕西 山东 江苏 浙江等十多个省区市 覆盖全国主要盐碱地类型 这两天 陕西沿岸的南尼湾正在栽差海水稻 今年扩重到1000亩 新疆喀什 帕哈泰克里乡通过改良盐碱地 海水稻种上了1.3万亩 山东围方的种植面积上升到5.8万亩 比去年扩大了一倍多 而山东东营今年预计实现种植31万亩 根据全国耐岩碱协作主专家汇聚上来的数据表明 目前来说海水稻在全国的平均亩产已经达到了450公斤 2021年10月12日在东营海水稻的基地 我们测产的海水稻的平均亩产数据已经突破了860公斤 是截止目前海水稻的最高全国产量 今年我们海水稻在全国推广的面积将超过100万亩 说起水稻总能让人想起那位可敬可亲的老人 风吹到河 缅怀私人 一道济世 万家粮足 昨天是袁隆平院时试试一周年的日子 很多人都来到他的墓前悼念他 重听袁老熟悉的声音让人感慨良多 他的河下乘凉梦和杂交道覆盖全球梦 后辈们一定会为之继续努力 昨天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昨天上午沿阳市猛禽救助中心 组织了一场野生鸟类放飞活动 本次放飞的鸟类是由公安部门和野保志愿者近期在打击鸟事和非法捕猎过程中 解救的国家二级及三有物种 包括红鞋袖眼 猪雀 辣嘴雀等 拆卸捕鸟网百余章 救助鸟类百余枝 由于救助鸟类自身情况的差异 本次放飞其中的五十余枝 这些鸟呢 有的就是可以拿回来就可以放 就是因为它新垒来的嘛 就是野性很持足的 但有很多鸟呢 都是它们作为这个就是作为诱捕别的鸟来用的 就捕鸟 它要用这个鸟 它一叫 那个鸟就别的鸟就来了 就这种鸟 这种鸟它都是养了很长时间 这样它就是飞行能力就不行 现在我们就给它放在我们大点的那个笼子里 让它来回飞 春夏季是候鸟迁徙的高峰期 专家提醒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一旦发现非法捕鸟网 大家要及时报警 鸟类在生物多样性 在这个整个自然界生态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就是不同的鸟占据不同的这种空间 比如对树林的那个虫害啊 控制啊 都有很多很多益处 所以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 第一时间 林瑶 刘超报道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宝马携手中国绿化基金会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宝马爱心基金正式启动BMW美丽家园行动项目 对两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一揽子资助计划 提供巡护车辆并捐赠动物救护车 建设生态观鸟屋 开发自然教育课程 开展自然教育培训等系列行动 守护动物们的家园也意味着 不能让人类成为大自然的孤家寡人 候鸟医生李春儒已经守护颇羊活的候鸟四十多年了 他花光积蓄只为帮助一万多只受伤的候鸟重返蓝天 放飞只需一分钟 但救治的过程却费尽周折 一份信念 还是一份执着 李春儒 今年七十七岁 守护颇羊活候鸟四十年 这四十年 他花光积蓄 帮助一万多只受伤的候鸟重返蓝天 放开 好 好 好 到了飞 飞后打四人了 到了四营 其实如果有一天 他们来候导医院找不到你了 找不到我 他就是我不能理解 只要在人家 我一定在候鸟里等上 放飞只需一分钟 可候鸟救治的过程却往往费尽周折 这四十年 他面对重重危险却毫无畏惧 独自一人对抗着疾病 偷鸟人和无尽的孤独 但在老李的心中 这一切看来都不重要 他早把自己的生命和候鸟绑在了一起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难民民 没有爱他的本子 我只希望我半年之后 在明年候鸟回来的季节 我的婚留可以咱们一起能量来抗我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星日 今年的主题是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近日全国多地最新红外相机先测显示 许多珍稀野生动物频频亮相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近日江西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 对几个月前放置在保护区的二十多套红外相机 进行了统一回收整理 监测画面里 各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卖萌姿态 让人忍俊不禁 野猪一家子在镜头前玩起了自拍 小几宝宝缠着妈妈想要再喝一口奶 胖嘟嘟的实现萌 萌态十足惹人喜爱 夜晚还有豹猫和幼欢来去匆匆 无独有偶 近日甘肃安南坝也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 对回收的红外相机进行整理时 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柴频繁活动 在画面里可以清晰地看到 柴三五成群在峡谷中来回走动搜寻猎物 此次发现柴群 充分说明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好转 该区域的生活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完整性都有了提高 历下一来 在位于麒麟山国家公园内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麒麟县 当地牧民管护员和摄影爱好者 用镜头记录下多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 画面中 班头燕 黑井鹤 藏猿林 藏狐 炎阳等野生动物 逆食 嬉戏 跳跃 奔跑 一幅幅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 展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好的 休息一下 稍后您将看到全民反诈再行动 用哪些新型诈骗手段呢 讨药 义安宁丸 1886年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品质坚实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义安宁丸 治疗凶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最近浙江离水庙高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 称停在路边的三轮车不见了 民警在调查监控之后 很快就成功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并且将他抓走 可是当办案民警看到 嫌疑人的腿脚不变时 毫不犹豫地将他背起 背着他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完成案件办理之后 还背着他去了医院 很多人都不理解 说一个偷车贼仔 怎么还能受到如此礼遇呢 对此这位民警说到说 他是嫌疑人 但是也是一名患者 执法有力度 但是却不缺少温度 向人民的好警察致敬 点下高考已经进入 最后的倒计时了 我们想问问各位考生 这生物复习的怎么样了呢 我想西安南开高中高三的同学们 应该是雄荣成竹了吧 因为他们有一位宝藏老师 邓老师 邓老师用了四十多天 根据自己从教多年的经验 将高中生物的知识点梳理出来 手绘成了一幅特殊的思维导图 因为这张图长七米 有五万字 被同学们称为 生物版的清明上河图 邓老师介绍说通过这张图 同学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物学 并且里面每一句话 都可能是考点 逻辑严密 调理清晰的生物上河图 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而邓老师严谨的态度和深厚的学识 也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如果说当年有了这张图的话 那我们的高考成绩 是不是也能又上一个台阶呢 就在大部分学生 还在为高考成绩而努力的时候 江苏无锡的一名初一的小男生 已经在动手方面 悄悄地超越了同龄人 他将一个塑料饭盒 改装成了小的吸尘器 带到了学校 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围观 别看这个小小的吸尘器 外形简陋 但是他却可以把课桌上的纸泻 吸得干干净净 老实说了 当时他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是小男生周末在家 用了一天的时间制作的 他不但要把这些小零件 焊接在一起 还要编写C语言 整个流程对于一个初一的孩子来说 都还是比较复杂的 不过呢 从小男生淡定的表情看出 他觉得啊 这都不是事儿 动脑动手灵活运用知识 希望你的将来大有作为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医疗服务在不断完善升级 我们也得跟进更新自己头脑里的信息 就拿医保卡来说吧 这医保卡是不是需要升级 又该如何升级呢 有不少人都不太清楚 这也给骗子课程之机 前不久陕西西安警方就破获了一起 谎称医保卡升级而实施的诈骗犯罪案件 家住西安市悲林区的尹先生 最近接到一条短信 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条短信 让他损失了近两千元钱 我是遗失到一条短信 从网民下的医保卡呢 需要进行升级 我就点开短信的链接 然后按照网站的提示 填写我的信息进行了升级 在网站上尹先生填写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 银行卡号 以及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 短信验证信息 填写完毕的几天后 尹先生发现 自己的银行卡 被他人盗刷了1998元 尹先生立即报了案 警方经过初步研判 发现这个所谓的医保升级网站 就是利用受害人 对医保卡是否该升级等情况不了解 盲目将身份证信息和银行卡信息 在该网站上绑定 然后将银行卡里的钱转走 经过我们初步侦查 这个假冒医保卡升级的网站 实际它的服务器是在境外 然后在我们继续侦查的时候发现 这个实际登陆这个网站 进行操纵的人出现在河北一线 然后我们通过资金楼楼侦查 发现咱们受害人的钱 最终转到了一个姓王的 嫌疑人的账户里 在掌握了这个重要线索后 专案组立即前往保定一线 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现场查扣作案笔记本一台 上网设备一套 作案手机三部 据王某交代 他是在2021年10月 私自搭建了服务器后台 制作医保诈骗网站 并通过境外电信诈骗团伙 向国内发送诈骗短信 并实施诈骗 根据王某的供述 警方还在上海将另外一名 嫌疑人朱某抓获 民警在提取该诈骗网站 后台数据时发现 受害群众已有300余人 诈骗资金高达100余万元 近年来冒充公检法人员 诈骗的案件屡屡发生 而反诈中心的预警电话 为这类案件的受害人 挽回了不小损失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 在电话中冒充公检法人员 进行诈骗的案件 受害人的手机号码 居然被骗子进行了呼叫转移 这给办案民警寻人带来了难度 4月12号下午 辽宁本溪市反诈中心 收到一条高危的 冒充公检法预警信息 但当民警拨打受害人手机时 却是空号 是一个从境外打进来的冒充公检法 诈骗电话 当时这个电话的通话时间特别长 而且我们怀疑当时人 有高概率正在被电影诈骗 甚至已经被骗了 随后民警兵分三路 一路联系三家基础运营商 保护性关停其名下所有手机号码 一路联系银行 保护性指付其名下所有银行账号 一路联系家属和属地派出所 对该人进行查找 当民警在一家小旅馆内 找到被害人时 却遇到了敲门不开的情形 你先开门 你闭着这对话 你对话跟你联系的是骗的 听了吗 咋是资本警察 跟着门开开 当时受害人已经被诈骗团伙 深度洗脑 不相信我们是警察 经过反复不停地 开展劝劳工作 被害人最终相信 我们是真正拿 把这个门打开 通过现场紧急指付 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近50万元 接下来再来看一起 在沈阳前不久处理的一起 冒充警察进行诈骗的案件 前不久 沈阳市铁西区新工派出所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 辖区内群众郭某 有被诈骗可能 民警迅速电话联络郭某 没想到几次都被拒绝接听 随后民警又紧急联系了郭某的丈夫 但郭某丈夫打去的电话 也被拒绝接听 此时民警确定 郭某已经被深度洗脑远程操控 时间紧迫 民警们兵分两路 以郭某居住地为中心点 开展附近旅店宾馆摸牌工作 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郭某 民警进入旅店房间时 郭某一脸错愕 手持电话正准备汇款 他那次说电话 说我那非法洗钱 他俩还能说 我还有一个事 他说我那个办理非法 那个那个那什么 就是护照 你听我说的 是这些肯定全是假 你按我现在按我说的 给客服 人行客服打电话 就是你把你有钱的这个卡 要么把密码改了 要么你就把现在就是 把现在这个这些卡 全都暂时想挂死 明白不 防止说你这个 这个钱身所有人骗子 把那个钱从你的卡里 求到了 那你这办 那你不买麻烦了吗 对不大家 遇到较不准的事 一定要和警方联系确认 因为骗子就是利用 人性的弱点和欲望 所以在突然呈现在眼前的 所谓的利益面前 一定要保持平常心 这样谁也骗不了你 好的我们新闻继续 当地时间5月22号 12时24分 日本辞城县近海发生地震 推定为里市5.8级 震源深度30千米 辞城县防灾危机管理部门表示 包含东海第二核电站等原子能 相关设施暂无异常报告 这次地震在福岛县也有震感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第一核 第二核电站暂无异常情况 好的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些 稍后主播小明孙晨天 为你带来新闻下半场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骨头老了就要常保养啊 都一样 这骨头一老啊 前腿都费劲 记住 颈尖腰腿都需要常保养 预知灵排优韧级胶囊 精选三期 葛根 骨碎部 三位药食同源 胺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含七样 综合养护 骨关节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骨关节 常保养 记住优韧级 现在推出体验 只要酒害育 整整六十 不收油费 直送到驾 养护骨关节 钟朗黎专用 优韧级 年纪大了 骨密度降低 颈肩腰腿 容易出问题 你们看 优韧级脚囊 有三七 有葛根 还有骨碎部 三位药食同源 有鞍糖 有硫酸仁骨素 鱼胶原蛋白 还有钙 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含七样 养护骨关节 腰腿颈尖 需要长保养 长保养 骨关节 长保养 记住优韧级 预知灵排 优韧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钟老年专用 吃一样含七样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优韧级 股关节 长保养 试试优韧级 中老年专用 优韧级胶囊 精选三期 胺糖 硫酸软骨素 钙等七味原料 吃一样含七样 中老年专用 腰腿颈尖 长保养 试试优韧级 国家发明专利 育脂领排 优韧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试试优韧级 吃一样含七样 育脂领排 优韧级胶囊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优韧级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养护肤关节 中老年专用 忧韧级 预知灵药液 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介 养心用好药 益安宁丸 1886年 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 品质坚实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益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人 翻唱或是uesto 茜丸 门 动作品 水 翻唱或是 alors 硬门 我 倒了 最悲心的十方 每个人被火车发出最好的梦想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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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传终的心 猫着天然也好 我 清醒 猫着天然也好 我 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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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欢迎走进第一时间早间气象战 我是小明 昨天被高颜值的天空和美好的天气霸平了 这样万物生长的季节 一场降雨将要帮助花花草草奔拔图强了 今天虽然阳光缺席 大部分时间都是云遮日 但是今天是近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 午后升温1到4度 除了大连 丹东 银口 盘景的最高温度 是26度到29度 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会在30度以上 最热的地方是朝阳达到了36度的高温 将会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最高纪录 那升温离不开西南大峰的助力 今天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有4到6级呢 出门做好防风的准备了 预计这样炎热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白天 明天夜间冷空气来袭 全省各地会迎来降雨 这场降雨会陆续下到周四的白天 这次的降雨量是比较可观的 能够达到小到中雨 对于增加农田土壤湿度 降低森林活践等级方面都非常有利 那天气信息就是这些养生走起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小满节气的吃和睡 小满节气正好处在5月中旬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 正是细菌滋生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出现食欲不振 肠胃不适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吃一些营养高 而且比较容易消化 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食物 小满节气要提醒大伙 天气再怎么热 也不能吃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食物 因为人的肠胃温度 一般是36摄氏度 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 温度只有2到8摄氏度 直接吃的话 会导致肠胃受到强烈的冷刺激 会影响消化功能的 另外小满节气是24节气当中 日照时间最长的节气 建议大家采取分段式睡眠 养成午休的习惯 但是不能睡太长时间 午睡30分钟到60分钟就可以了 还可以晚饭以后小睡一会儿 睡15分钟到30分钟比较适合 最后想明白要提醒您 小满节气期间 人的情绪特别容易变化 容易烦躁不安 如果长期情绪波动起伏比较大的话 容易引发高血压等疾病 所以凡事别太较真 乐观大得一些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气象观察员 昨天拍摄到的美丽的照片 行走在张武的柳河岸边 看天边的彩云 河边的小草和野花 共同披上了霞光 真是夕阳美如画呀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每年这个季节呀 都有上千只的苍鹿 在怀人栖息繁殖 苍鹿每天都到浑江上 细细捕鱼 各种鸟类 争相落户在美丽的还人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功声 那天气不能左右 但心情可以把握了解全省的天气变化 活感成熟 超高产的红烁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水阳多云 33度到19度 明天有中雨降温一度 大连晴29度到18度 明天有小雨 埃山晴转多云 33度到23度 明天有小到中雨 降温两度 普顺多云 32度到18度 明天降温一度有小雨 本西晴 32度到17度 明天有中雨 降温两度 丹东晴26度到14度 明天有阵雨 降温一度 锦州多云 31度到22度 明天降温两度有小雨 银口多云 26度到19度 明天有中雨 复兴多云 33度到22度 明天雷阵雨 转阵雨 降温一度 辽阳晴转多云 33度到20度 明天降温一度 有小到中雨 铁岭多云 33度到20度 明天有雷阵雨 降温两度 朝阳阴转多云 36度到26度 明天降温一度 有小雨 盘锦晴 27度到20度 明天降温三度 有小到中雨 葫芦岛多云 31度到18度 明天降温四度 有小雨 今天全省多云 升温一到四度 明天夜间有降雨 降温一到三度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是孙晨天 开启下半场的新闻之旅 首先来关注疫情 5月21号 零时至24时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沈阳市报告 至于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例 解除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5例 现在疫情下的严格规定 是对公共安全的负责 谁也不能例外 但20号那天 在沈阳一辆212路公交车上 一对情侣想要乘坐公交车 却无法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司机只能劝他们下车 没想到的是 这对情侣中的男生 竟然从兜里掏出辣椒水 向司机喷去 当时是我们驾驶员吧 检查48小时那个核酸证明 这个女的没有 我们司机就劝他下车 不让他坐 还有一个小男孩 拿着朋友记忆给他养 也就是20左右顺吧 应该是学生 当时就坐地了吗 我们还眼睛了 我们后车司机帮了暴力警 下车员现在眼睛还是有点 不可护 还是疼 公众 在家聊场 遇到事情别上头 理智对待才对头 再来看 近日北京昌兵警方 接到一核酸检测机构报警称 在核酸采集业务巡检过程中 发现有人持假护士职业证上岗 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男35岁 阴某某男36岁 为应聘从事核酸采集相关工作 通过伪造购买虚假护士职业证书 骗取从事核酸采样资格 5月21号 该二人参与昌平区 十三陵镇某核酸检测点采样工作时 被巡检机构巡查人员发现 目前何某某阴某某某 已经被昌平公安分局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干扰防疫工作 必将受到严厉的打击 再来看 最近山西高速交警 在轻盈高速太原方向巡逻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辆货车上有大人呼救 民警定睛一看 着实吓了一跳 在这辆急迟的大货车后 保险杠上竟然巴着一名男子 那么这名男子 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危险的举动 货车司机对此又是否知情呢 民警喊话 要求这辆货车立即靠边停车 车停稳后 巴车男子这才从车上下来 脸色苍白 双腿发软 靠在护栏上 来来来来 二位哥 你会坚持他吗 这么喊你 这才刚刚脱险 巴车男子就和货车司机 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这二位之间 究竟有何恩怨呢 民警了解后得知 巴车男子祝某 刚才开着他的半挂车 与魏某的货车发生了寡蹭 魏某查看自己的车辆没事后 就扬长而去 祝某一气之下 就扒在魏某车辆的厚保险杠上 企图迫使魏某停车 结果扒上去容易 想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结果是被带着在高速公浪行驶了将近四公里 幸好被我们民警及时发现解救了下来 停车之后了 这个魏某才知道自己的车后居然扒了一个人 当时也是经出了一身冷汗 你知不知道人在后面站着呢 不记得 民警对两位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祝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表示再也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接下来闪亮登场的是一只高六米 重25吨的超级仿生机械巨兽 它的名字叫熊北北 昨天熊北北正式被唤醒 成了大连市民的团宠 在位于大连冰山会谷的熊洞街 这只被唤醒的机械巨兽白熊 就是熊北北 身高六米 体重25吨 别看身形巨大 但是人家可是一只灵活的胖熊 眨眼卖萌 低头摆pose 仰天长笑 吹胡子瞪眼 喷水吐雾等等 一个个仿生动作 被他拿捏得恰当好处 之所以起名熊北北 因为他和咱们北方有着不解之缘 这边又酣泰又可居的 然后又和我力量的一个大熊 它代表我们北方人的这种性格 所以第一个北是东北的北 北方的北 另一个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 我认为北斗七星是我们北方人的首部星座 它又是大熊星座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巧合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两个北 尽管熊北北现在还在内测阶段 但它的装备堪称精良 既有对东方元素的提炼与再创作 又融合了高科技特效 数字化内容和多项集成化机械结构设计 足以媲美美国火人节 西班牙法雅节上的巨型艺术装置 最特别是我们做这个创作的时候 它是为大连这个城市创造的 充满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和深情 这个整个创作从情感到技术 都是目前为止我 我做的所有创作中一个巅峰的状态 经过唤醒和内测 熊北北还将逐步进行自如行走 和驾乘等功能升级 以熊北北为核心IP 搭乘冰山会谷的工业风 大连市还将进一步整合创意文旅 和生活科技等多种业态 打造大连熊洞街新地标 并将于6月1日正式开门迎客 本台报道 炎炎夏日去水里玩耍兮兮 想想就美 冲浪是一项风靡全球的水上运动 仅靠一块滑板和冲浪者的操控 在浪花中驰骋 刺激又过瘾 而这几年一种可以在陆地体验冲浪刺激的 陆冲板应远而生 公园里空地上喜欢这项运动的人 是越来越多 冲刺旋转滑行落地 一连串动作犹如行云流水 在沈阳无礼河公园的广场 记者看到一群人喝着音乐快乐地滑行 走近一看却不同于常见的滑板 会比它极限一点 说实话你要是想来简单地当一个爱好 那个就是有一些危险了 像路冲的话就是门槛比较低 炫酷又拉风的陆冲也吸引了很多小朋友 人群里最小的滑行者只有六岁 提起陆冲 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着这项运动 给他带来的男子汉勋章 一个月就练这么好 平时谁教你啊 没谁教我 就我爸教我一点 是吗 那你在这儿练这个摔过脚吗 摔过 摔了 这是大痕 疼不疼 挺疼的 那摔了还想继续玩吗 想 为什么呀 不能放弃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 让我的孩子变得更开放 更外向 而且可以跟一些孩子 可以打成一片 让他可以更勇敢 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做这项运动 一定要做好防护哦 不只是小朋友 六十多岁的高宝琴 也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 运动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愿意玩挑战那东西 运动 愿意玩挑战运动 你觉得你玩完这个之后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变化 特别自豪 特别自信那种的 两年间 从最开始的几个人 到如今的几十人 这个广场上的这群人 享受着这项运动 带来的无限乐趣 通过这项运动吧 就是感觉自己 每天能得到一些出汗啊 啥的就会释放一些 这些生活上的压力吧 然后玩这个的时候呢 就刚开始就是以为 就是一个自己的个人爱好 然后玩着玩着 人多了嘛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结交了不少朋友 感觉挺有意义的 第一时间 孙诗涵 崔西红报道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稍后您将看到 全球猴痘确诊病例 持续增加 关于猴痘 您了解多少呢 得了灰指甲 有啥好办法 呀 刘婶 你这灰指甲 还没好啊 唉 别提了 我这手又擦又吐 都半年了 我这脚又包又泡 治了一年多了 也没好 反反复复治不好 那是方法有问题 没错 治疗灰指甲 要趋救 生心 趋救 生心 灰指甲 找量甲 量甲牌 复方具为铜点茶剂 创新趋救生心疗法 去病甲 升量甲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指甲 平均每天长 0.1毫米 坚持用 就能病甲换量甲 好药 一安宁丸 1886年 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 品质坚持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一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北京时间7点17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继续看新闻 全球多地近期出现了 喉痘确诊或疑似病例 持续增加 当地时间21号 以色列挪威又报告了 本轮喉痘疫情 首例确诊病例 德国荷兰等国则 报告了更多的 喉痘确诊病例 以色列卫生部21号证实 该国出现首例 嚎痘确诊病例 这个病例是一名近日 从西欧地区返回 以色列的男子 目前这名患者 整体状态较为稳定 正在接受隔离和医学检查 同一天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证实 一名5月6号至10号 曾访问奥斯陆的外国人 被证实感染了嚎痘病毒 但挪威方面并没有透露 这名感染者的国籍 德国卫生部门21号宣布 首都柏林又发现 两例猴痘确诊病例 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 也报告了疑似病例 对此 德国卫生部门表示 目前发现了感染者病情稳定 预计接下来几天内 会发现更多病例 此外 西班牙和荷兰等国 当天也宣布 发现了更多确诊或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21号表示 目前全球已有12个国家 和地区报告共计超过90例 猴痘确诊病例 其中不少出现在欧洲 世卫组织一名官员表示 尽管猴痘感染人数 可能进一步增加 但欧洲猴痘疫情 不太可能发展成全球流行病 但世卫组织将密切关注 相关情况的发展 世卫组织表示 在多个非流行国家 出现与疾病流行地区 没有直接履行联系的猴痘病例 这是非典型状况 目前仍在调查感染源 欧洲猴痘疫情 暂无死亡病例报告 猴痘病毒于1958年 被首次发现 当时一组用于研究的猴子中 出现痘状传染病 因此得名 那么什么是猴痘病毒 它是如何传播 如何预防呢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 人畜共患病 其病原体猴痘病毒 是一种DNA病毒 属于痘病毒科 正痘病毒鼠 与天花病毒是近亲 世卫组织资料显示 尽管猴痘病毒 在猴子体内首次被确认 但松鼠 钢比亚鼠等镊齿动物 最有可能是其天然宿主 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 体液 皮肤或黏膜损伤部位等 可能导致猴痘病毒 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使用烹饪不当的感染动物 也是动物传人的风险因素 一般来说 猴痘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并不常见 人际传播途径 包括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 皮肤损伤部位或被污染物品等 猴痘通常是一种自现性疾病 多数患者会在几周内康复 潜伏期通常为6至13天 可能长达21天 初期症状包括发热 头痛 淋巴结肿大 肌肉酸痛 重度疲劳等 之后可发展为身体大范围皮疹 并可能导致激发性感染 败血症等 重症常见于儿童或免疫缺陷者 猴痘疫情病死率差异较大 今年来约为3%至6% 目前没有专门的猴痘疫苗 不过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接种天花疫苗 预防猴痘有效率达85% 据介绍 猴痘病毒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流行 非洲大陆之外的首次猴痘疫情 于2003年出现在美国 有专家指出 通过追踪密切接触人员 可以很好地隔离这些病例 好 浏览国际大事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伊拉克的哈姆林湖 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北面 曾经是一个大型水库 也是整个迪亚拉省 唯一的灌溉水源 近来由于这一地区 降水量持续下降 导致干旱进一步加剧 哈姆林湖已经接近干涸 目前哈姆林湖的储水量 约为1.3亿立方米 而正常情况下的储水量 为20亿立方米 年日来 孟加拉国多地遭遇暴雨 引发近2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截至目前已有约200万人被困 此外 印度阿萨姆邦的洪水 持续涌入孟加拉国 加剧了当地灾情 已有上百个村庄被淹 当地时间21号 美国科罗拉多州遭暴风雪袭击 导致当地至少21万户住户断电 当地电力公司表示 截至当晚已有16万户恢复空电 但仍有5万户处于断电状态 日前 2021至2022赛季 女足欧冠决赛在意大利都陵落下帷幕 来自法国的里昂俱乐部 以3比1击败未免冠军巴塞罗纳队 获得冠军 这是两女足第8次赢得欧冠冠军奖杯 创造了这项赛事新的记录 当地时间20号 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 星际客机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21号 星际客机飞船首次打开舱门 空间站宇航员进入飞船内 并传回了舱门打开 以及舱内的画面 这次星际客机主要负责 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 及宇航员补给 您知道有一句话叫 狗脸摩托不懂科学吗 以前只当是一种调侃 可就在前两天 家住重庆高新区西勇的金师傅 真遇到了这样的事 几只小狗穷追不舍 金师傅骑着摩托是慌乱不已 当时金师傅骑着电动摩托车回家 突然路边几条正在嬉戏的小狗窜了出来 起初是三条小狗追着他的摩托跑 随后又有两条小狗加入 一直追出一百多米 看到这么多条狗在追 金师傅顿时慌乱起来 摩托车驶向了对象车道 而对象车道恰好有车 前有车后有狗 金师傅更是手忙脚乱 摩托车撞上路边的石墩才停住 几只小狗看见惹了祸 马上四散而逃 事故中金师傅腿部被撞伤 交巡警随后赶到了现场 我们通过公共视频看到 电动车行驶过来以后 没有招惹这五条狗 然后这五条狗就上去追到电动车 导致电动车发生了事故 经过现场走访 附近的两家住户表示 五条狗中领头的那两条狗 是他们所养 平时用来看家护院 大概两岁大 性情还算比较温顺 当天之所以会去追金师傅 那也是事出有因 听小狗的主人这么一说 金师傅回忆起来 前不久 他步行回家 看见几条狗在路上跑来跑去 于是吓唬了一下 但并没有动手打狗 没想到隔了这么久 小狗还有印象 对他展开了抱负 最终小狗的主人赔偿了 金师傅一千多元的医药费 并表示 以后会看好自己的狗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锡派高含量 动力安糖 骨胶原海高盖片 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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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 盖 一起补 从毛流骨中 脾取的优质活性 骨胶原蛋白胎 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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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加一 黄金配比 小分子一吸收 营养更全 每天两粒 骨软骨 拓关节 增加骨密度 关节灵活 腿脚有劲 生活更自在 今天只要九毛九 且一百名打击调化 再加分 价值一百九十九元的 托马林自发热 呼吸一堆 赶快拨打调化 抢占名额报 打个电话 只要九毛九 一瓶安糖高盖票 一副托马林自发热呼吸 就给我送到家了 你看它吃份表 有安糖 有钙 有骨胶原蛋白菜 营养权 好吸收 真的只要九毛九 你看 我已经吃上了 安糖软骨和高盖 一起补 又方便又健康 还贬费送了一对 托马林自发热呼吸 真是超值 九毛九 花一样的钱 补三样 以前好几百买的 也没这个补的全面 甚至骨硬了 比啥都强 今天只要九毛九 前一百名打击调化 再加分 价值一百九十九元的 托马林自发热呼吸一对 赶快拨打调化 抢占名额报 高含量 安糖来了 高盖安糖一起补 只要九毛九 高含量安糖来了 高盖安糖一起补 只要九毛九 动力安糖高盖票 安糖软骨和高盖一起补 今天只要九毛九 骨胶原蛋白和安糖 就是骨关节的润滑油 骨胶原到达软骨组织 快速修复软骨 消除关节的疼痛 安糖只能为人体 大量催生和补充 关节滑液 从而不断润滑关节软骨面 减少磨损 让关节部位灵活自主 动力安糖 胺基酸 葡萄糖 骨胶原太高盖片 都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只要九毛九 前一百名打击调化 再加分 价值一百九十九元的 托马林自发热呼吸一对 赶快拨打调化 抢占名额报 收到了 收到了 又补鞍糖又补钙 抢到了 抢到了 动力安糖高盖片 吃一片补三样 吃上了 吃上了 动力安糖高盖片 现在打电话 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动力安糖高盖片 再送托马林 自发热呼吸 广门也到了 今天只要九毛九 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动力安糖高盖片 再送托马林 自发热呼吸 广门也到了 今天只要九毛九 前一百名打击调化 再加分 价值一百九十九元的 托马林 中国传统颜色有多美 是斑斓大地上 最为夺目的一片绚烂红土 也是雪山上的一抹 沉溪霞光 更是古茶树里最鲜嫩的那片牙尖 节目最后 让我们一起云游雪山 茶林梯田城市 去感受中国的七彩角色 我是孙晨天 第一时间明天见 我都在几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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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问题 是几多天 你 也 我都在几多天